憑復司法 各位 我希望國民黨的復服司法 只要你家裡人曾經發生 被司法破壞過 被這個轉型正義 這樣不公不義 破壞過的時候 你做何敢想 所以當然是要 要憑復司法嘛 不公啊 當然這裡面也包括 不讓當然處理 所以今天我在這個地方談就是說 請國民黨的復服司法 好好思考 在歷史時刻的時候 你們今天國民黨只能挫敗 那麼我們期待 反而有真的是政黨政治 我們不希望國民黨繼續 往下存倫 你要面對歷史 大家以公平 以健康的心態來看待這一刻 剛才主席 我們趙偉很坦白講說 沒關係 開公共批會 本席絕對贊成 我們好好針對轉型正義 這個條例裡面 所揭示 這只是一個框架立法 我們希望用這個立法 來處理這個私人面向的問題 當然 在立法委員所談的說 民黨官還不怕 不怕多嗎 在成立轉型正義 這個委員會啊 只有九個人而已啊 統一政黨不能超過三分之一 這個什麼 這個不同政黨都可以進來 而且行政黨提名 讓什麼 立法委員來支持同意權 因為它這是一個任務型 戰人性的組織 所以在立法說明 立法裡面第二條 我們寫很清楚 排除了所謂 政府機關 基準法 包括行政組織法 這是一個用特別法來排除普通法 用新法來排除就法 決定沒有違法委員這個意義 所以我們 我希望說 國民黨要用 很健康的心態 來面對歷史 之後好好的面對歷史 大家坐下來 共同追求 國家的和解 剛剛所有發言裡面 大概陳雪森裡面 發言比較中肯 他說應該 中學藍藝對義 要追求國家大和解 只要這方面大家都 隱晦 不敢處理 不敢去面對 然後硬凹 都說這個是什麼東廠 我告訴各位 這有關第十幾條你們規定 要尋求憲兵的協助 這是行政程序法第十九條 規定的行政協助的問題 而且行事訴訟有231條 到目前為止 憲兵警察還是司法人員 這是為什麼找這個憲兵呢 事實上有很多是 在部隊裡面的一些資料 請問這些沒有憲兵協助 如何去 我們來調他的資料呢 包括顧穎雄委員所提的法案 要 的行動訴訟 包括他 憲兵的限縮 他還是限縮在 憲兵只是處理 處理軍事的部分 不及於平常百姓 所以希望國民黨 不要就是 是 是